时光流逝,斗转心仪,又是一年中秋佳节,一轮圆圆,带着遥远故乡的气息,静静的倾洒下来,高楼林立,车水满龙,嘈杂的人群中,隐藏在记忆深处的故乡,一下子就冒了出来,在这个万家团圆圆,才意识到,一个人,无论多坚强,只要提起儿时,提起故乡,内心就会变得柔软, 印象里,故乡柔美的月光,伴着崇明,轻轻的拥抱着敬意的大地,所有的一切,都浸润在银白的光辉里,这个中秋佳节,你有没有回家,还是像往常一样,在异乡的城市,望着万家奔火,玩着手机,看着电视,思念着千里之外的故乡,念念不忘,必又回想,这里,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月光, 其中也许有你的故乡,无论你身处何时何地,来自故乡的慰问,永远不会缺席,北京,上海,启南,哈尔滨,大连,呼和浩特,天津,黄土高原,辽宁本西市,青岛,秦皇岛,大同,辽宁油田采油井,海上升明月, 天涯共此时,今晚全国各地的月亮,陪你过这个中秋节,每逢家结尾私寝,此刻,一万个不回家的理由,都抵不过一个想家的念头,等长大了才明白,故乡的月夜,是最美好的月夜,每一次的离家,都是家人遥遥无期的等待,和自己朝思暮想的期盼, 希望当你看到这一轮圆月之时,能微微笑一下,93号不过了,但愿人长久,千里共残缺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